女生月經來的時候 可不可以做瑜伽 做我家嗎 做... 不會去你家 做瑜伽 女生就會 家座的月經 可不可以瑟瑟 對... 講師傅 歡迎收看YouTube的MeToo 同學下課囉 我是艾婷 身為女生呢 我們每個月都有一個 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每次我們的遠房親戚來訪的時候 不只我們的心理 我們的生理 都非常的心累 但是呢 每個人面對生理期的方式 都不太一樣喔 我有個朋友 上次生理期來的時候 居然還覺得我去吃冰耶 真的超誇張的 所以同學們 你們對生理期有正確的了解嗎 今天我們就要去熱上問問看大家喔 這個節目 我會提供的支持者 生理期來的時候 可不可以做瑜伽 就是... 呃... 感覺會從旁邊 露出來還是... 應該是可以 適當的瑜伽 有效的排緩我們的疼痛 可不可以做瑜伽 做我家嗎 做... 我祝你家 我祝你... 做瑜伽 我祝你家喔 我祝祝你 你會照顧他們是幫他們按摩 那也可以 人家比我大歪皮 做瑜伽 沒錯 偏向有氧運動的話可以 但是不要做太激烈 不行 我會凹到這個 我想凹到哪裡 其實做瑜伽是可以 紓解我們的疼痛跟痠痛 一點點應該可以吧 不要那麼... 激烈 跳舞可不可以呢 他還是... 可是國標 國標 怎麼講到國標 就你起來了 突然跳國標 沒有啦沒有啦 其實不要太劇烈 妳好像有點疑慮喔 這個也是要躺著休息 欸對 但是有些人真的太痛的時候 就會起來做瑜伽 真的嗎 背後還要起來做瑜伽 我覺得可以 因為攝影期的本身 他是剛做到身體 你心疼代謝也可以 助於減肥 就是不要太激烈 月經來的時候 可不可以冰敷 那你... 會死掉 沒錯 真的會死掉 是要熱敷才會疏解疼痛嗎 然後麻痹我們的腹部圈 還是叉 叉 欸 其實是要熱敷 還是其實你有偷偷... 就是攝影期來的時候 你知道女生就會... 叫他多喝熱水 他多喝熱水 聽到居然發炎 你要當他做瑜伽 為什麼不能冰敷 冰敷的話 搞不好不會住到子宮 要容易會受傷 那要熱敷 舒緩疼痛啊 感覺不太行耶 沒錯 應該是要熱敷 喔有了 你好像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 請問你有月經有來過 有有有 可不可以穿緊身的牛仔褲 感覺太緊會太悶 會不太舒服的感覺 沒錯 100分的答案 不會耶 因為我很怕 萬一露出去 他是直接沾到整個褲子 好好好 你是想到這個方面 洗衣服很麻煩 他答對了 但是回答 他的地方錯誤 但是現在點不一樣 但是不太一樣 喝酒應該可以吧 你是學中醫的嗎 中醫他們說其實喝一點酒是可以去寒 就適量飲酒 應該是不行吧 太促進血液水 你是不是有這個經驗 有 其實中醫啊他們是說如果你適量的飲酒是可以去寒 所以下次就是喝少一點 不行啦 這會加劇那個出血的量 你有沒有認識什麼女生朋友 身體騎當中還大喝酒的 他們是沒有在管的 沒有在管 他們稍微提醒 適量飲酒 你都可以喝 喝一下喝吧 喝一下 在中醫的說法是OK的 真的嗎 是去寒喔 有學到嗎 下次適量一點 你覺得女生身體騎來要多喝熱水 好像不會被罵吧 叫她多喝熱水 她已經有一個被我罵過 她居然發言 泡澡 不嫌清理麻煩的話應該沒關係吧 很優秀耶 我們其實只要避免水太熱或太冰 然後水只要其實是乾淨的 其實都是OK的喔 我的話應該是不會 但我覺得只要注意衛生就可以了 沒錯 水溫正常 水乾淨其實是可以泡澡的 敲打你的腰部 感覺不行耶 聽起來滿瞎的 子宮很痛的時候就這樣按一按腰部 不是按子宮嗎 敲打它會更加久血量 而且有時候驚奇會更延長喔 起來的時候 你腰會不會痛 那你會不會這樣子 你會不會敲背 對 其實是不行的耶 什麼的子宮 它就會有剝落 然後你就會延長你的驚奇 女朋友月經來的時候 你會不會幫她 捶她的腰部 我會幫她按壓這樣子 喔 沒錯 不能用捶的 你知道捶的會怎麼樣嗎 點流更多 反正那邊會很痛 你是不是真的有做過研究啊 申理期博士有沒有 可不可以色色 色色不行 其實是ok的喔 其實只要保持乾淨 做好防護措施 是可以色色的 我覺得是可以的 血就是可以讓 不用 講實話可以 喔哇 沒錯 其實只要保持乾淨 其實都是ok的 可不可以色色 不太好 嗯 講實話 雙方都同意的話 它的點都跟別人的不太一樣 保持乾淨 對啦如果你自己也想要的話 感覺比較不會省發炎 發炎 其實只要保持它的衛生 其實是可以的喔 沒試過 沒試過 你學會了嗎 台灣現在有沒有自己的棉條品牌 台灣沒有 其實台灣有 一開始在1960的時候 其實是引進國外的 2010的時候 其實有自己的棉條品牌 應該有 欸沒錯 我們在2010之前呢 都是從國外引進的 但是2010之後 現在台灣有自己的 本土棉條品牌啊 蘋果月亮杯嗎 喔有有有 這也是沒有用過 我還活在衛生棉的 我也是 這些你覺得是不是醫療用品 不算吧 需要醫生開證明才能用 這點其實也不錯耶 終於擔心對了 它算是醫療用品喔 之前都只能在藥局才能買到 像棉條這種 棉條啊 或是月亮杯這種 算不算是醫療用品 應該不太算 它算是二級醫療用品 之前都要去藥局才買得到 2014之後呢 其實我們在各大通路都是可以買得到 像棉條、月亮杯 那你覺得這種算不算是醫療器材 我覺得棉條爽 月亮杯不算 不太確定這是什麼東西 在2014以前 算是二級醫療用品 然後2014現在是可以在 化妝店或是美妝店就會有 沒錯 而且各大藥局之路都會有 對 這位同學一百分 其實啊想要提升生理期生活品質 不想被大姨媽控制的話 可以來試試這款最新型的 吸血熱量褲 生理期前後也可以超級放心 就算亮蛋 再多墊一片衛生棉 也是可以安心過關 守護我們女生每個月最痛苦的那一週 白天安心活動 晚上安心睡覺 而且啊可以重複清洗 大量的減少拋棄出生理用品的垃圾量啊 其實啊我們之前有做過關於生理期的街坊 有興趣的同學要趕快馬上去複習啊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見 我要去買熱量庫了 掰